我還記得以前在研究所最怕的課就是英文論文研討 每週讀一篇paper 還有輪流上台報告 那不是報告,那是處刑 最多苦的是,被老師剛好提問不熟的地方 你還得假裝自己懂 還要回答老師跟同學的提問 那個時候我真的想過 難道我不適合走研究這條路嗎? 後來我才發現 不是我不行,是我用錯的方法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我就要來當那個過來的人 帶你一步步避開那些我踩過的雷 教你怎麼找到對的論文 用對的方式閱讀 還有推薦一個超好用的工具 Tentashure公司開發的免費新PDF編輯器 可以直接在PDF上編輯、標記、註解 幫你解決閱讀痛點提升你的閱讀效率 對於英文不太好的我來說 看英文論文根本就是抵禦 光是開頭的摘要,要看懂就要花半個小時 而且好不容易讀完了一頁 結果還是看不懂他到底在說什麼 但偏偏大家都知道 在電機、資工這一行 英文論文根本就是基本配備 最新的技術、最前年的研究 全部都是用英文寫的 你不讀就落後 讀不懂就會在研究上原地打轉 但是不是說一定要讀多少學術文獻才夠 閱讀過多文獻,反而會成為你的阻礙 只要挑選自己適合的就好了 首先電機資訊、AI領域研究 他們常見的學術文獻平台有哪些呢? 首先一定是超有名的iTreeboe iTreeboe的進階搜尋功能 這裡面有一個很實用的工具 叫做結構化進階搜尋 這個功能可以幫助你 用更精準更有彈性的方式 找到真正相關的論文 不會浪費時間亂翻通 操作步驟如下 在首頁的搜尋欄下方 你會看到進階搜尋 點進去 在第一個搜尋欄輸入你的關鍵字 例如機器學習或某位作者的姓氏 如果你不確定拼法 可以使用萬用字元 米字號代表任意數量的字元 例如compute米字號 可以搜尋computer computing computation等等 輸入好關鍵字後 右邊會有個下拉選單 你可以指定你搜尋的東西是什麼 例如標題 作者 摘要 引所關鍵字 如果你不確定 就選All metadata 它會搜尋整篇文章的各個欄位 如果你想要加入第二個條件 比如IoT物聯網 可以在下方新增一組搜尋欄 系統支援三種邏輯運算 End or Not 最後在這裡你可以設定論文年限 為近10年來的論文 確保你看到的是最新技術 全部都完成後點擊搜尋 搜尋後將會顯示所有的相關論文內容 這裡有兩個選項要注意 一個是會議論文 一個是期間論文 那要看哪一種比較好呢? 這裡我幫你整理出三個重要的差別 第一發表目的與時效性不同 會議論文強調的是快速發表性方法 通常是初步研究的成果 目的是要讓大家在會議中可以互相討論 期間論文則是比較偏向完整的研究報告 不只要有貢獻,還要經過嚴格的審稿 從投出去到發表可能都要半年以上 第二,撰寫的深度與內容要求不同 會議論文通常篇幅比較短 寫法比較簡潔 重點放在創意或是初步成果 它不會要求你寫得很完整 但期間論文就不一樣了 它需要非常完整的內容 包括文獻回顧、研究動機、方法細節、實驗設計 幾乎每個環節都要寫得很細 第三,審稿標準與讀者對象不同 會議論文的審稿速度快 有時候一兩個月就有結果了 讀者通常都是參加會議的人 期間論文則是針對該領域的專家寫的 你不只要寫得很清楚 還要回應該期間的主題方向和論述風格 兩種論文都有價值 只是定位與用途不同 在找論文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找最新的idea或正在發展目標 會議論文就很適合 但是如果你想要深入理解一個主題的背景、方法與結果 那就以期刊論文為主 接著打開你找好的英文論文 我要傳授給你四個高效閱讀英文論文的技巧 技巧一 倒著看快速抓重點 大部分的人閱讀英文論文 第一個反應就是一一從頭開始 一夜一夜啃 但這樣子做很容易陷入細節地獄 讀了半天還是不知道這篇在講什麼 所以我建議你換一個方法 倒著讀 順序改成 栽養、結論、圖片 abstrap是整篇的栽養 會大概說明整篇論文在幹嘛 讀完之後你就會對這個論文有初步的印象 接著直接跳到conclusion 這段通常會重新整理研究流程、實驗結果 甚至點出研究限制或未來方向 是濃縮版的內容保護 最後再掃一下fagier 因為一張圖往往勝過千言萬語 你可以快速地看到研究的流程、結果 這三個區塊讀完大概只要5分鐘 就能判斷 這一篇值不值得我花更多時間深度閱讀 如果值得 再回去慢慢讀完整篇 如果不值得 就直接換下一篇 不要浪費時間 技巧二 用標題組成主軸論點 看完摘要後 你要做的就是試著把這些標題 串成一個邏輯線 也就是背景 問題、方法、結果 這條線基本上就是大多數論文的結構 在你編讀論文的時候 可以回頭對照這條邏輯線 搞清楚自己現在在看哪一段 有點像你在逛IKEA 雖然走的不同展間 但是你也腦中有整體的動態路線圖 知道你目前在客廳區還是在廚房區 閱讀也是一樣 邊讀邊定位自己在哪個段落 腦袋中會有更清楚的整體架構 也更不容易迷路 技巧三 先看圖表再回頭補方法 有時候打開論文看到一整頁的方法段落 滿滿的公式 模型架構、參數設定真的太複雜了 其實圖表就是一種圖像畫的摘要 這些圖就是在幫你快速建立 對整篇研究的理解 這個時候你已經對研究的輪廓有基本的理解 再回去看文字敘述 就不會那麼抽象 也比較知道要注意哪些細節 技巧四 手動標注 這招超重要 不要只是默默看過 一定要動手做記號 你可以用任何支援標記功能的PDF工具 把重點句螢光餅畫起來 並且旁邊加上自己的簡短促解 加強對論文的印象 那個時候就可以使用TenetShare公司的產品 新PDF編輯器 有一款免費而且好用的PDF編輯器 來閱讀論文真的很重要 整體來說 它比Adobe更輕量不卡頓 並且你可以直接在PDF上打字 畫線 做註解 甚至你可以在空白柱貼上一個可愛的貼紙 來提醒自己 可愛いです 而且如果你的PDF是全圖變形 無法編輯文字 沒關係 它也能透過OCR技術 精準轉換文字 不用重達內容 而且轉換速度超級快的 而且要轉換成Word或是Excel檔都超方便 做報告不需要再靠什麼線上專當網站 一個軟體一次搞定 最厲害的是 它有內建AI功能 可以自動生成摘要 幫你翻譯重點段落 對英文比較沒把握的工具來說 真的超貼心 學生也能輕鬆上手 是一款對學術閱讀非常有善的工具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為止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你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だい 啦 啦 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